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一日三餐开始 爱有我的胃 我们透过不同形态的家庭的相处之道 来跟大家分享 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2021年 油桂冠和天下杂志所主办的 好好说顿饭的餐桌论坛 这已经是举办了第五年 那今年非常特别是因为新冠疫情的期间 很多人都被迫待在家里 所以它会面临两个不同的家庭情境 那第一个就是你必须长时间 和你的家人及小孩一起在家相处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如何稳定的一日供应三餐的需求 那一日三餐其实也是一种输压 但是跟过去不同的事 我也没办法从早到晚都是料理洗餐煮菜 其实做的方法就是买一些半成品 然后可以让我可以同时 维持一个高工作的效率 同时也可以维持一下家庭的关系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那在这个时间当中 我们又用不同的方法来经营我们的 跟家人的关系 我是桂冠的王振宇 那首先还是要提 为什么桂冠要投入好好说顿饭 那五十几年来 桂冠今年五十一岁 我们长期在观察家用市场的消费者 我们发现台湾的家户逐渐没有时间去培养自己跟家人的亲密关系 那于是我们对于家庭关系想要开始研究 那桂冠长期在发展更多的聪明料理 让选择有更多元 那也在三年前投入了营养饮食的研究 为了要赶上2025年超高龄社会的营养需求 那但是饮食只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邀请了天下杂志 来跟我们共同展开对家庭生活的一个探讨 疫情期间大家有更长的时间被迫在家 那在其中也发生很多不同的洞察 那我最有感触的就是关于被参者 个人的需要有没有被满足 我们常常把自己关心的人 摆在比自己更前面 然后忽略了自己的感受 那自己的感受如果没有被满足 其实很难拥有长期的共好关系 那我们另外也发现 无论在疫情前疫情后 妈妈的被参都倍感压力 那在这里要非常感谢36个家庭 可以亲身参与我们的社会实验 由你们的加入 我们的实验结果才能更贴近台湾真实的样貌 一开始想要先请大家跟我一起闭着眼睛想像一个画面 你心中的家是什么模样 你们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脑海里面浮现的人一起在做什么事 在做什么样的情景 我想在荧幕前面的朋友们应该每一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想象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台湾社会一个非常有趣有活力的地方 我们的家庭样貌其实非常的多元 那我们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 其实找了很多不一样的家庭 那我今天就用家里面有孩子 跟没有孩子的家庭分成两大类 我们可以看到荧幕上的核心家庭 这是我们这次实验者的餐桌 可能跟荧幕前的很多爸爸妈妈们一样 家里面的餐桌上面要什么菜式 其实我们围绕着小朋友能不能够多吃一点健康跟营养 下去布置我们的菜色应该如何 那其实如果在没有小朋友的家庭 他们还也是煮饭 他们煮饭有什么样子的特征 在这样子的生活形态下 他们愿意下厨 其实大概就是为了想要照顾自己的健康 满足自己的口味 甚至就为他今天一天辛苦的工作 创造一些些的变化跟体验 那我们可以再看到在疫情这件事情 今天大家前面都提到了 在家里面吃一顿饭听起来很棒 不过疫情之下其实也是有考验的 那在我们的调查里面 可以看到考验的关键字叫做变化 以前一天只要一餐 现在一天要三餐 真的是想破头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那在我们的过程中 其实这个实验刚刚大家有听到 我们是从五月做到十月 刚好就是台湾疫情的高峰期 这个整个社会的危机 在我们实验过程中 我们发现这些家户把它变成了一个 改变生活形态跟生活方式的转机 像是里面有一些实验家庭 他们发现在家里的时间长了 那何不把煮饭这件事情 当成一个全家的兴趣活动 我们来挑战我们的手艺 从我们一样都吃面 我们今天就从面粉开始出发 开始做起 我们不管消磨时间也好 或是找寻乐趣也罢 都是一个很棒的回忆 然后或是在过程中 食材没有这么充足 可能本来要用这个调味料 那我们今天用另外一个试试看 试着试着好像也非常的有变化 然后也可以为我们的家庭的餐桌上面 增加了很多的乐趣 现在小孩子在疫情期间 小朋友也都在家里 那你在家里就一起来帮忙 发现有了家人的参与 其实餐桌上的气氛不太一样了 我们现在是一起成就一餐 而不是全家人坐在餐桌 等妈妈、爸爸、煮饭的人 把东西断上桌才开饭 那在没有小朋友的家庭里头 他们还加入了更多餐桌的氛围 然后器皿的改变 让他们在家里面实现 好久没有在外面餐厅吃饭的 这样的感觉和享受 仪式感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谈了很多 不过在这样子实践的过程中 这群消费者发现了 仪式感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们好好吃饭 它开始帮助我们 好好的整理跟管理我们的生活 对于生活不再太过将就的 就让它吵吵地结束这样的一天 而且好好说顿饭 在这一次的实验家庭里头 我们发现一件更特别的事情是 虽然过去我们谈亲子关系 不过在没有小朋友的家庭 他们其实有其他扩散的 扩张扩散影响的人 像是他们的朋友 或是朋友的家人 把这样子的概念 其实带进台湾社会的 更多家户里面 其实在最后好好做顿饭的社会实验 我们过去在家里不断地料理吃饭 这件事情好像是我们每天的日常 不过料理的过程中 吃饭的过程中 其实是非常有机会 我们好好坐下来用餐 在我们这些实验家庭的实验过程中 发现他们慢慢地吃出亲密感 从一开始备餐 一起备餐 到后面一起上桌 品尝自己的成果和餐点 让家庭的关系更紧密 工作跟家庭 很多人一想到职业妇女儿 我不晓得大家立刻会出现什么画面 或许就是很忙乱吧 然后出门的时候 就是吆喝的小孩 然后可能嘴巴这还塞着 孩子没有吃完的吐司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我每天早上 基本上大概也是这样子出门 每天这么忙碌的生活 还要顾着自己的工作 顾着自己的小孩 那还要乐活 有没有觉得现在 大家对妈妈的要求有点太高了呢 那到底要怎么乐活 今天就来跟大家来做一点分享 每个妈妈的生活区块 大概都很复杂 那这妈妈的人生历程 其实就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 我借着这一次 也包含把我自己的生活区块做了整理 然后再思考这十几年 我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我准备了三张照片 我觉得三张照片非常好去描述 我要怎么样去界定妈妈这个历程 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历程 它没有办法一开始就做得很好 所以不管现在线上的 大家是处于在一个妈妈的什么阶段 我们都在这个历程当中 我们刚开始都是什么事情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很需要调整 所以大家在这三张照片里头可以很明显的 我觉得还蛮明显的啦 应该可以知道哪个是老大 哪个是老二 哪个是老三 就从他们头发的惨况可以看得出来 就头发最惨的那一位 穿着红色衣服的那个小朋友 他是老大 他在成长的历程当中 我曾经经历过很多就是超出我想象的 我本来以为孩子不就这么长大了吗 其实完全都不是 尤其我们家孩子在成长过程有一些部分 或许有曾经听我们帕凯节目的朋友 大概我在里头有比较多详细的描述 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细微的发育 我没有去特别的意会到 他可能是比较慢或比较需要帮助的状况 以至于他后来进入到国小阶段 在国小一二年级 包含人际上 包含学习上 他面临到很大的挫折 然后回头来在家里头 情绪就越来越糟糕 原来小的时候 情绪上就不是那么好安抚了孩子 到了进入到国小之后 那情绪上更难安抚 到了一个程度 我到后来 我必须要带他去做儿童心理諮商 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没有办法想象 因为我以前 我以前真的很天真很傻的 我都觉得说孩子嘛 孩子哪里有什么压力呢 孩子不就快快乐乐的长大吗 孩子哪里需要做什么心理諮商呢 都是那些爸爸妈妈想太多了吧 然后等到我必须要把我孩子 带去做自己的諮商的时候 我才觉得原来那事情 真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孩子活生生在你面前 他的压力他表现不出来 然后我又每天在忙碌我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很感谢神 透过这样子的震撼教育 把我必须重新调整之后 再拉回自己眼光 重新看待我的孩子 也因此我也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所谓职业妇女的愧疚 这愧疚我觉得很多 如果线上的朋友 也是职业妇女的时候 的一个状态跟身份的话 心里头也可能常常会出现 像这样的愧疚感 我就常常一直去反问自己 说我这个阶段到底是 还有什么没有看到的 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所以尤其每次人家总会问上 我们这样的身份的女性 问说你怎么样去兼顾你的家庭 跟工作的时候 我心里头都会冒出一个很大的问号 就是我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才叫做兼顾 其实到后来 当妈妈的资历越长的时候 当日子过得越混乱的时候 我反而是越释然 当然三个孩子 有三个孩子他们互动的方式 以至于我在带老三的时候 老大跟老二 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帮忙跟协助 所以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困难 也后来发现 其实我去调整了我心里头的很多的想法之后 日子过得不是我所以为的这么的辛苦 因为大家所想象的兼顾 这所谓的兼顾不是我一个人在做的 而是一个团队 照我来说我的团队就是我们整家 不只是我先生是我的神队友 包含孩子们 所以在身为职业妈妈这段路上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做 很多人都陪着我一起 包含我的孩子 包含我们觉得他们年幼不懂事 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分摊什么的孩子 实际上他们都陪着我们 经历这所有的过程 我们在讲到兼顾这件事情的时候 首先我们总是心里头要必须 给自己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很明确的优先顺序 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概念就是轻重还击 我们在帮孩子安排很多事情 帮我们自己安排很多事情 帮我们的家里头安排了很多事情 帮我们的工作 在安排很多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必须要把它统真起来看 什么东西是需要的 什么东西是不需要的 什么东西是现阶段我一定要做 什么是不要的 其实往往我们真的认真 把它列表出来看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天啊 我们花了好多时间 放在一些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上 然后把自己push的非常的紧 包含了以我自己来说 因为我是一个个性上 非常急的人 然后我有时候急到 我就觉得我不能够有任何的时间 是浪费的 所有时间都要填满 even它是周末假日 所以一度我把周末假日填到一个程度 就我老公都觉得他很喘 这样子 就觉得我可以休息一下吗 甚至是连玩 玩这种都可以有轻重缓急之分 我每次听到兼顾两个字我就觉得被炸到 因为我一定要兼顾吗 其实那个反映出来是我自己对兼顾想象的一个完美 我好像想象完美的妈妈 完美的职业妈妈 她就一定要做到这样那样 她才能够叫做她可以兼顾 可是实际上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而且这世界上绝对不会有一个完美的妈妈 我破除了这个想法之后 我就更能够达到所谓的内外平衡 是我自己里面 跟除我以外的外面的那个平衡点 所以掌握了这些之后 在每天生活上面的步调重新安排 会发现像我现在即使有三个小孩 我的工作量即使很大 但我还是能够找到一个自己的tempo 是自己觉得释然的 所以到了这最后 我很想跟大家以三个R来做一个总结 第一个R是Renew 就孩子不断的在成长 就像我们家现在有三个阶段的孩子 他们人生阶段到了不同的状况 会有一个不同的可能性 那刺激了我们做家长 就不停的要更新我们的想法 更新我们自己对于教养的想象 更新我们对孩子的认识 因为孩子一直在长得不一样 那甚至更新还包含我们对自己的更新 第二点跟大家分享Remember 要记住 记住什么 记住我们最原始对孩子的期待跟想象 每一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你去问 十个有十个都会跟你说我希望他健康就好 等到孩子出生了我希望他健康的长大快乐就好 可是为什么往往孩子养到越大 就会养的越不健康越不快乐呢 因为我们常常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受到很多外来的资讯的杂讯的刺激 好比我刚才在讲到的脸书上 当你看到你脸书上的朋友们的孩子每个都这么厉害 每个都小提琴拉的Bird Bound的然后都去参加奥林匹克什么数学比赛 你心里头就有很多很多的焦虑产生 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在一二年级的时候 当时他状况最混乱的时候 他的英文也遭到一个完全无法想象的地步 因为毕竟也是花了一些钱让他读双语的幼儿园 一路上到国小 所以没有办法想象他英文程度这么差 那同时我也是不停地被Facebook上那些优秀的孩子们刺激着 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让我的孩子去补一下英文 可是当时他的情绪状况是非常糟的 他的生命是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 我那天晚上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 然后我想要问一下我先生的意见 突然之间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提醒我记得 记得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那天那感动就告诉我说 你觉得神会在乎他的英文好不好吗 我做妈妈的他的英文好不好 对我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 难道你不记得你要在乎的是这孩子的生命好不好吗 所以有了这一次的经验之后 我真的就突然觉得我总是要时时刻刻的去对焦 我会建议大家在我们教养孩子的路上 我们会设定一个大方向 但我们常常在一路走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忘了那个大方向 然后就越走越不晓得自己走到哪里去了 其实我们可以常常去提醒自己去记得 记得孩子 我们对他原始的期待 然后我们怎么样真的是朝着那个大方向在走 以至于我们的亲子关系能够因为我们记得这个初衷 不要掺杂了太多其他有的没的的冲突进来 去维持我们关系的美好 最后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release 释放也就是我在经历了三宝妈的混乱之后 我觉得我现在比较能够让自己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法宝 就是我很释放 而有了这样的释放之后 我看待孩子的任何变化 其实我心里头会坦然很多 当你有这个坦然 你就比较能够更乐活 回头再来讲最后做ending的 所以我去释放自己 我那个职业妇女的愧疚感 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办法陪伴他们吃晚餐 甚至有一度 我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还发现说我们桌上的晚餐 我给我先生已经预备好半成品 他只要去热一热就可以吃的 然后那种烧麦什么的 拿出来他还是其实肉是鲜红色 就是粉红色是没有熟的肉 就我们家晚上孩子都还吃了一个没有熟的烧麦这样子 我那天我就是愧疚感特别的深 但我在长期的这个感受跟自己的对话当中 其实我现在也很蓄软 就像今天刚开始主持人在介绍的早餐 我如果我没有办法 每天晚上陪着孩子吃晚餐 那早餐呢 其实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 那早餐的时间就是我最珍惜跟孩子相处 我们一样可以好好说一顿饭的时间 所以不管是在怎么样忙碌的生活当中 好好重新盘整一下 我们日常里头的轻重环境 我们时间要怎么样的安排 10分钟早餐时间 说实在话那是我现在最珍惜跟孩子互动的 因为三餐只有这一餐有可能 可是常常孩子也是处在一个好呆的状态 好呆 就是早上刚才还没有醒这样子 就是眼神呆滞 所以我不大会有非常 就是让他们感受到压力的对话 过度关心